你们那时候估计 如果失败了 对你的冲击是什么 如果成功了 对你的这个推动优势是什么 你们有没有想到 你们个人 跟这间活动的关系 然后在过程里面 有哪些忘不了的故事 可以告诉大家的 其实我们 我们现在主要发现的是四个嘛 然后我们四个 其实讲到到底 会不会通过这件事情 我们都没有特别去 去先事先去设定说 会通过还是不会通过 就我们有点算是 走一步传一步的感觉 因为其实第一个是 虽然罢免按这个时间 总时长一共拖了八个月 可是它都整个时程 其实是走很快的 就是中间经过了 提议书连锁书 然后再到投票 然后它的那个议题 也是不断的在做滚动式修正 然后一直跑跑跑 连续跑了八个月这样 所以其实这个过程中 你很难有那个 特别一出来心去想说 就是通过对我的影响 或不同过对我的影响 是什么 但是因为那个起源都是 我们都觉得说 今天很多人在讲说 要出来反对这件事情 但是没有真的人 走出来的时候 就不需要有人站出来 所以我们选择站出来 这样 那这个同时 其实对我来说啦 我个人的意义 还是想要传达出 这件事情其实有跟很多的 身边的朋友 或是志工们讨论过 就是我们这次在提罢免的时候 除了当然我们有针对民生议题 就是市政的部分去谈 可是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是针对台湾民族法治的重视 因为我们一直很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谢国阳违法的部分 这样 那这部分是很多民众 可能他们自己是没有感觉的 他们就会觉得说 可是市长不会半夜来破我的门 他去破其他人的门 对我来说没关系 他不会破我的门就好 可是这些观念 我们就是希望可以把这种 必须要尊重人权 以及法治精神的重要性 这件事情 还是传递给基隆市民知道 这样 即便他们可能觉得 终究还是觉得这件事情 没有驱动到 他们必须要踏出门去投票 但他的 还是可以给他们做一个影响 是知道这件事情是错 他们会秋后算账吗 我不知道 要秋后算账李彦荣什么 对啊 就我们应该我们这几个的顶 应该通通都被查完了 就是真的有什么可以做早就做 你们这么年轻都在读书 对 大学生有没有作弊过 唯一的对大学生只有这件事 在美国还有没有抽大麻 我们就是都有讲说就是 我们有办法在最一开始 就直接做要提出发明这个决定 也是因为我们就还在念书 没有什么后顾之有 就是我们不会有什么要 比如说有些人担心什么店家被查 然后是什么没有工作 没有什么这个困扰 这样我们就还是学生 谢国良的家族是三代 在这个基隆 对 他的二姓中学 就在我的家乡 降风街 然后他的二姓 遍布基隆嘛 对 所以 支持他的这个 力量 那种 拉票的那种方式 再加上他后来 打爱兵派 是不是都是他们 能够 度过这一次被罢免的 这样的一个考验的原因 我们都说他们这一次 就是用总统规格的 起码你确实也是这样 对因为还蛮 举几个例子 像是那些 国民党的 你大概国民党 叫得出名字的 差不多都到了 对 所有国民党大咖都来了 对对对 前总统 现任主席 对 然后接下来 我还可能要选主席的 对 对啊 都都到了 那 而且立法院长 也可以行政部中立 他们的立法院长 都可以行政部中立 我懂民进党的立法院长 跟副院长 在那边 在那边 给掰什么东西 对不对 民进党立法院长 一上任就说 我们要得行政重力 脱离党团活动 然后那个 那个 苏亚全跟那个 蔡奇桑 游席坤跟蔡奇桑 八年都没有 介入党务 可是国民党的立法院院长 可以到处去助选 接戒惨了 新闻媒体也不会骂他 嗯 对 好奇怪哦 我问你这问题 可能太早了 但是很多人应该也很关心 因为其实 拆量之后就是 接下来就是 拆量第二 二点零嘛 就是 全力让他不连任 其实我们看起来 也是觉得 他连任的机会 不大了啦 为什么 对因为 他都过了这么大一关 很多人说他变更大尾啊 就我们这一次的投票率 跟过去比少了二十趴嘛 那我们看 那就是选举 对我们看到的事情是 呃他的 支持他的人少了一万票 可是反对他的人 我们就拿过去可能 上一次市长选举 是蔡世英嘛 蔡世英的投票率去看的话 七万一其实差 差不多 对差不多 差不多了多少 所以 我们才会一直说 其实真正的 民进党的传统支持者 在这一次的 同意罢免的图像 是没有这么的 明显的 那这些人在2026 一定还是会继续支持 民进党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这些中间选民 甚至是有些前蓝的 他们不会再一次 支持谢国梁 所以谢国梁连任这件事情 至少我们目前的评估 应该是 没有什么太大的机会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